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有你等到 你老不让我们出去 也不是关事啊 要是他们真的把夕月给包围了 你逃不了 咱们呀 都得完蛋 你们两个要是不想死 就好好待在这儿 照我说去做 听见没有 你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你别管 你是 抢劫了 放火 还是 杀人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是 好人还是坏人 我要是坏人 你还能活到现在吗 把那些戏子都过教 各位老板 都请上前一步 赵队长 跟您开 孙老板 赶快见过针基队的周队长 见过周队长 苗班主 他就是孙红月 正是 想不到天下竟有如此俊俏的戏子 苗班主 怪不得财神爷都到您这儿来 武器不小啊 哪里哪里都是混乱饭吃 让周队长见像 既然这样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给我 给你什么 签了 我拿枪出去 把他们给引开 要不咱们都得完蛋 秀风 你照顾好这位大哥 我 你还不相信我啊 把签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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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ブタイトル キヨヒヨ 爹 爹 爹 周大长 大伙都辛苦了 这是我一点小意思 您收下 苗班主果然豪爽 是个明白人 以后地面上有什么事 就找我周伯森就可以了 有话好说 多谢周大长 多谢 人都在这了吗 没错 那就说明 这儿没有乱党 乱党 他哪敢玩这儿诈呀 好啊 那也可能 他趁乱跑了 我们收队 周队长慢走 苗班主 恭喜你有个好女儿 啊 谢谢周队长 苗班主就这么一个女儿吗 是 哎呀 可惜啊 哎呀 是啊 是可惜啊 可惜 没一个儿子 可惜啊 你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是再多几个这样如花似玉的女儿 苗班主这一辈子就吃香的喝辣的 哎呀 这辈子 没那个福分了 周队长有所不知 苗班主还有两个女儿呢 嗯 苗班主 这可就你的不是了 你敢糊弄我们周队长 哎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这么一个亲生女儿 别的是义女 是不是管你叫爹啊 啊 谁 谁谁谁 那就是你女儿啊 知道吗 以后以后一定如实报告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啊 一个叫秀凤 一个叫翠玉 哎哟 好漂亮的名字 想不到苗班主这里春光无限 啊 哎呀 都是些这个 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 那我也得见识见识 苗班主 把他们请出来吧 啊 啊 啊 好好 呃 呃 秀凤跟翠玉上哪儿去了 爹 您忘了 您不是让他们俩 在柴房烧火的吗 这还有个柴房 啊 对啊 有有有 带我去看看 哎呀 柴房里又脏又乱的 还是不去的 我说去就去 废什么话 乱党说不定就藏在那儿 前面带路 好 哎哎 呃 这点一定要去 那我 令您去看看 请 请请请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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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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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梦 这孩子在里面了 你这孩子快点 哎呦 怎么了你这是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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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哎呦 这什么黑无论冬的破地方 看我摔了一个大跟头 疼死我了 让我看看 哎呦 哎呦 别碰 哎呦 秀梦啊 我说你这孩子干活总是那么毛手毛脚的 你能活开水弄不能这样 你还能干啥啊你 哎呦 这能怨我吗 这要搞得乱七八糟的 疼死我了 这 爹 爹 这怎么这么多人啊 不用怕 周大梦 乡下孩子没见过什么世面 你没放在心上 胆小 我进去瞧 哎哎呦 二响枪 好像是外呦 走 出去看 快 我这儿 站我这儿修风 我去看看 好 哎呦 哎呦 你怎么搞的 我看看 啊 啊 你让他打我一枪就把我给打死 啥呢 完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我还得去媳妇啊 哎 你他妈是疯了还是傻 你他妈死个屁啊 还不快给我起 哎 我没死 哎 哎 我没死啊 哈哈 我没死 你丢我那心意 我看你胜了没有啊 啊 对啊 对啊 快说哎 快快快快队长啊 哦 是有一个男的 往那边跑了 那边 哎 那边 哪儿 哎 那个胡同进去了 那吗 你追 快 哎 啊 你真的看见有人 啊 爹 爹 总算是把这帮爷都给送走了 今儿晚上 大伙都受惊了 赶快回去歇着 就回去歇着吧 啊 早点歇着 爹 您不该给他们钱 那也都是咱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谁能怎么白白给了他们 你小孩子家不懂事 这叫破财免灾 钱没了可以挣 要是小命丢了 那可就捡不回来了 我看他们是敲诈勒索 反正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 哼 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拥挤 他们呀都是地头蛇 咱们这些跑马头大 惹不起他们 给 我看 哪有什么乱党啊 明明是他们故意找茬 别管那么多 还是小心点好 其实啊 我倒真盼着有乱党呢 我去胡说 您想嘛 真机队是什么东西啊 他们要抓的人 八成是好人 我说你这孩子就不怕再把真机队给招回 我倒真希望 您看看那个乱党长什么样 爹 外面人都在传 说乱党个个都是好汉嘛 莫谭国事啊 咱们只求太太平平地过日子 啊 莫谭国事 莫谭国事 您这日子就能太平了 行了 你去看看绣风摔得怎么样 哦 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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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又跑哪儿去了 找着他 哎 春雨 怎么样了 好了 没事了 哎呀 好险啊 吓死我了 哎 你怎么对付他们的 哎 我拿那个乱党的枪啊 左上一开没有人 我砰的一声就放了一枪 你听见了吗 哎呦 我就猜到是你放的 要不是你那一枪啊 那个乱党 我 爹 反正所有的人都得玩了 你还真行啊 枪呢 这儿呢 快抢起来 我可不敢摸 笨蛋 这有什么呀 还有名贵英呢 那是演戏 又是真的 我看啊 你演挺像的 把他们全都给唬住了 不能上台演 演得再好 有什么用啊 他怎么样了 应该没事吧 看看去 妈呀 这么多血啊 他是不是死了 应该不是吧 可能是晕过去了 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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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是大姐 别急啊 要是被大姐发现了 那麻烦就大了 那怎么办呀 事到如今 你只能求大姐帮忙了 他脑子活 足以多 一定有办法的 可是让大姐知道了 就等于爹知道了 爹知道了 肯定饶不来我们 秀凤 你在里面吗 行了 开门啊 崔玉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俩干嘛呢 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开门啊 秀凤 你的腿怎么样 没事吧 疼 你这个家伙 到处找你找不着 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 你们俩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又出什么事了吧 蓝恩 崔玉 说啊 你说 你是碰见的 好了 都别争了 崔玉 你说 大姐 跟你说件事 你可一定要帮忙 到底什么事啊 大姐 你千万别发火 也别生气 一定别说出去 再不说 我可不管了 那你先答应我们 别让爹知道 别啰嗦了 快点说 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好人 自己都受伤了 还想着 别连累其他人 他还是个 还是个什么 还是个挺英俊的人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大姐 一句话 有这么好的人 如果有难的话 该不该救他 如果 他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当然该救了 可他要是一个 他是个什么 你们到底想不想让我知道啊 可他要是乱打呢 在哪儿呢 就忘了 他真的不想着 我 爹 爹 天儿 爹 你这干什么呢 没事没事 你吓了我一跳 你拿那么多药干什么 给绣缝啊 绣缝伤得那么重吗 我是想多背点 万一呢 绣缝有没有外伤 用不着这金创药吧 爹 您没看清楚 绣缝毛毛躁躁的 碰到钉子上 把腿都划破了 那也不至于用金创药 爹 绣缝你还不知道吗 流一点血 就哭个没完 我想 给他用点好药 让他好得快一点 那你干嘛把我藏在柜子里 最贵重的药都拿出来了 你看看 那天山雪莲子 这么贵重的药 绣缝用得着吗 爹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小气了 不都是为了绣缝吗 这好药可不能随便用啊 我去看看 爹 您不用去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怕您 叔叔开门 大姐来了 大姐 大姐 你怎么才来啊 快进来啊 嘴怎么了 眼睛疼啊 大姐是 爹 爹 进去 好 小枫 你这脚怎么可这么快就好了 爹 我这脚伤得可重啊 伤得特别重啊 是吗 不 那我看看伤在哪儿了 伤在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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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这儿 伤这儿伤这儿 伤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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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从头上咳裂了 哦 你在这儿干嘛呢 我来看胸炮啊爹 你这儿干嘛呢 我没干嘛 干嘛 爹 爹 爹 闪开 爹 闪开 闪开 和��� 闪开 你们三个神 我 害他 害我的演戏 那我当傻子 爹 您别生气 都是我的主意 是我不好 不 是我 不 是我 你们三个谁跑不了 爹 你看他伤得那么重 要是不救的话 他就没命了 就是爹 你不是一直叫我们 要与人为善吗 爹 我们只是想做件好事 是啊爹 行了 等你们把废话都说完了 人也就完了 还愣着盖上 等着开罗呢 快 好了 爹的手艺 真好比华佗在世 我们还得好好学呢 华佗在世那是瞎说呀 不过呀 不是你爹自怕呀 当年也被人称作是 小华佗呀 哎 治好的人无数啊 现在虽然说是 年纪大了 手脚也不但灵活了 可这功夫啊 还在 啊 削着点 嗯 看来这个小伙子惹的麻烦挺大呀 说不定啊 他还是一个挺大的人物呢 连针基队都疏动了 不管他是谁 醒来以后 马上让他离开 爹 针基队正抓他呢 您不能让他走 我给他治了伤就已经是很对的其他了 可你让他走 不懂又害了他吗 你们这些小孩子啊 就是不懂事 私藏乱党 知道是什么罪名吗 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 可他是个好人啊 你怎么知道 你看就知道 这好人坏人写在脸上 那些针基队的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针基队要抓他 那他就一定是好人了 爹 那些坏人管他们叫乱党 可实际上他们是革命党 是一些有思想有报复 想为国家做一些大事的好人啊 我说你是从哪儿 听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不是听来的 是书上说的 看来真得好好的管管你了 以后再不能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了 是你让我看的 我没让你看那些 把脑子搞混的书 爹 行了 时候不早了 都回去睡吧 有话明天再说 对 太甜了 好啊 周队长 我们再赚赚上 这地面的事是不是我交给你了 是是是是 居然乱党到我都军府里来行私我 好啊 属下正在进行全面追查 能够捉住乱党 请都军放心 放心 我放什么心 我告诉你 三天之内你要不把他给我抓住 你就不要来见我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尽快早日捉住乱党 还不快去还愣着干什么 属下这就去搜查 喂 白独军吗 大帅 白独军 那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回大帅话 我已经跟英国人谈判了四次了 看来问题不大 时局紧张 你要抓紧哪 是 你记住 这次谈判绝顶机密 一丝一毫都不得泄露 是 万一事情要是泄露了 我可以此事全然无关 你要承担全部责任 好 懂吗 属下明白 属下明白 我看你了 我承担全部责任 好啊 欲蝴蝶 方副官 方副官 报告 东军 有何吩咐 你看看 你看看啊 欲蝴蝶居然敢跑到我的独军府里来威胁我 你看看 欲蝴蝶呀 欲蝴蝶 你胆子可真大呀 既然你敢闯到我独军府里来 我饶不了你 就是那个飞贼欲蝴蝶 那不是他是谁啊 就是这个欲蝴蝶 我说方副官啊 这个欲蝴蝶已经作案多起了 多少个傅张大户 多少个军政要人 都被他给算去了 好 你个欲蝴蝶 你居然跑到我独军面前来耍威蝴 好啊 方副官 传我的命令 全程搜查 是 你猴蝶 猴蝶 你猴蝶 猴蝶 你跑不了 你来的大爷哪儿 听说昨天晚上独军府出事了 哎 伯姐 听说有万堂创建都军府行刺了 什么什么 刺杀都军 你是不是火灭了 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就是啊 都军府不是什么地方 戒备森严能随便进去吗 哎 这回进去了他又出不来啊 谁说不是了 那个刺客本得当场打死 那 也算是惋惜了 可听说的兽数重伤 现在独军府全体出动 到处在搜查论党 还听说呀 针基队 已经抓了好几个可疑分子了 得他得 这回呀 咱老百姓可算倒了大霉了 看着啊 儿子 爹 有看书呢 是 三国演义 又被诸葛亮和赵云迷住了吧 是 儿子 你喜欢赵云 爹高兴啊 可是 可就你这身体 别为你的身体着急啊 爹 孩儿虽然喜欢赵云 但是跟他相差太远了 而且 我身体虚弱 也不适合练舞 再说 再说我对练舞 也没什么兴趣 这叫什么话 练舞才能强壮身体吗 你相爹 带领着千军万马 没有一好身体行了 好了 儿子 你坐吧 孩子 见过爹 流泪吗 没有 爹 昨天夜里面 被梦里惊醒了 眼泪刷刷的晚下流啊 不怕儿子就笑 我 为了你 爹为你的身体担心啊 我是一天一天的老了 将来白家的基业 就全只靠你了 爹 我让您失望了对吗 爹 爹 爹不想让你伤心啊 就是有点担心啊 爹 您别生气 孩儿虽然身体虚弱 可是我每天都在努力地研究兵法 您放心吧 您一手创下的基业 绝不会后继无人的 好 孩子 你有这份心 爹就知足啊 我找你今天有件事想商量啊 什么事啊 孩子 现在天下大乱 人心不顾啊 多少人想行刺爹 上次的事你也都知道了 所以呢 爹想成立一个警卫旅 你看怎么样 好啊 可是 可是 可是成立警卫旅 就需要有一个信得过的旅长啊 我想了想 你说包托威吧 虽然对爹忠心耿耿 可是 可是他不是个带兵的材料 你说赵高吧 倒是可以带兵 可是他是个粗人 唉 所以呢 爹想问问你 你看谁当这个旅长合适啊 儿子倒是有个想法 只怕爹不同意 说说看 如果爹信得过 就把这个警卫旅交给孩儿 交给谁 交给我 好啊 好啊 儿子 太好了 爹也希望这样啊 好 爹就这么决定 警卫旅旅长 就是你了 是 是 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孩子 你大胆去做 要人给人 要枪给枪 要钱给钱 爹全都支持你 好 谢谢爹 好好看 好好看 好 爹 您听说了吗 什么呀 就是昨天都军遇刺的事 再也没传开了 少管这些事 爹 听见了没有 哦 他醒了没有 干嘛呀 干嘛 醒了 让他赶紧离开 这不合适吧 您这不赶人家走啊 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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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合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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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叫金钗 我爹 是这里西班的班主 你在找枪吗 枪已经被我爹收起来了 你放心吧 你在这儿很安全的 昨天晚上不是你 那是我的两个妹妹 翠玉和秀凤 还有我爹 谢谢你们救我 你要去哪儿啊 我得走了 不行 你伤害没好 你不能走 没关系 我慢点走 等一下 昨天晚上 到都军府行刺的 就是你爸 行刺 行刺 行什么刺 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 有一个人到都军府去行刺 都军府现在到处贴满告示 要捉拿那个刺客 还有什么 还有针基队 昨天到了我们西班子 差一点 差一点就找到你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 这还不好猜吗 你前脚到了 针基队后脚就顺着你的血迹追过来 而你的腿上又有枪伤 外面到处都在诉苦你 你这样出去会很危险的 可是我别无选择 可是冒冒实实走出去 不是白白送死吗 那样的话 都军和针基队可就高兴坏了 大家都在说 那个敢去刺杀都军的人一定很勇敢 我也这样 是吗 怎么了 真的是你啊 这事太了不起了 不行 我不能在这连累你们 你怎么还要走啊 那好 你走吧 看你能不能走出去 嗯 别紧张 一定是我爹 这就是我爹 多谢救命之恩 别别别别别 谢就不用谢了 大伙都是走江湖混饭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还是请你自辩 爹 他不能走 警察 把东西还给人家 这位好汉 我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戏班 还望你多多包改 您老不必说了 谢谢 爹 他还没好呢 您怎么能赶人家走呢 不是你爹赶我 是我不能呆了 警察啊 就算是把他流血 那也不是长久之际啊 可是您看 他身体那么虚弱 站都站不住 更别说走了 您也知道 他现在一出去 政绩队肯定会把他抓住的 爹 您总不能 把人家往火坑里推吧 不是爹无情 他要是在这儿住下去的话 早晚会露出麻酒 一旦被真具队发现了 那怎么苗家边可救 您要是害怕 那就拿住到我房里 胡闹 不要再争了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可是我一定要走 你怎么办 你怎么样 你别动啊 爹 如果他被真具队抓住 那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啊 如果你一定让他走 那也要等到晚上啊 爹 谢谢 好吧 没事吧 今天过来 谢谢你 不要可以 他真是个女人 儿子 在哪儿上 生虹人 风湖 骂我风湖 喵 这是谁呀 那老板 秀凤姑娘啊 你这唱什么呢 我随便哼哼 没唱什么 哼哼 我怎么听着像红鸾喜呀 孙老板您一定听错了 我哪会唱戏啊 你不仅会唱 还想上台唱 把我们的饭碗给端走 没有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这小丫头片子 心气大得很了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不是 一个小丫头家家的 一天到晚老想着上台唱戏 别做梦了 人和天 都咫尺容颜 恨也难 有情人无怨 天涯路 抬头看阳光 爱也难 可知旧模样 从来谁有情人在天边 情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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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飘散 今何风轻叹 人生如有多少方向让 梦见梦落 今随人茫茫 今何人茫茫 我梦想我只会出现你 今随风飘散 今何风轻叹 人生如有多少方向让 梦见梦落